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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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做錯了 但是他不會用到剛剛那些字喔 他就是用這種 罵人不在張的字 但是會讓你覺得非常的精神浩弱 對而且他是用那種 不是我說的 是全世界都這樣認為 對 因為日文有一個很大特徵就是 沒有族語 所以他們也很常就是用一些 這麼覺得 但沒有說是誰這樣覺得 其實我吵架也會這樣 那對方他也不會跟你吵 他就會說那我們就不做這件事 他也不會告訴你理由 就是管你說的是對的錯的 他不會進入這個理論 對 他們真的比較容易這個樣 對啊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是 有人會email很情緒化 而且很喜歡在很近 他都坐在你旁邊但是他一定要email你 或是slip他就不會直接跟你講話 就是你就 你就 對啊你出去單條欸 你要吵你就出去吵就好了 他不可以聽到你辣辣 然後我第一次遇到這麼 衝擊的文化衝擊 是我的指導教授 因為我只要抽到就是人一直在那邊笑 呵呵呵呵呵 他有時候一直喝喝喝喝 什麼都喝喝喝喝 所以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好好先生 我那時候還真的是很不懂 天真無邪 在寫論文的時候嘛 因為你一定要跟 翹翠一直改一直改 那有一次因為我真的 就是快寫完那一陣子 然後就是改很多改很多 然後我可能熬夜完然後寄過去 然後他改回來 當然他也很辛苦啦 畢竟 但是我就沒有完全改好 我可能就漏掉了幾%蠻重要 然後就打發 我說我跟你寫的東西都沒有反應出來 那你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我就以後再也不把你看論文了 放狠話 然後我就想說 蛤不行 不能不幫我看 然後我就真的看那個 我就哭了 那你後來怎麼樣 沒有欸 沒有欸 就是改好 然後還不再繼續看 所以他就是那個都氣頭上 對然後完全 闖過水無痕 隔天就上歌還是要喝喝 蛤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他其實也就是表裡啊 對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大家都有被他講過 所以他只有在美日的時候 才會把後面那個講出來 對啊 可是這樣子很困擾欸 對 就人設很不太一致 攻擊性蠻強的 而且因為你會 一開始會很 想說我真的是大逆不道 我真的是 而且好像也不用這麼的生氣 對啊 就你就跟我說 欸你沒有改好喔 這樣子 對啊水也遇過嗎 就是前輩對他很不滿 所以從早到 一直喬他slack 可是他就坐旁邊 對啊 然後 我真的很討厭這種的 我就覺得你就直接講 就好 對啊 就浪費時間 對啊 對啊 還會一直打字 打字很累欸 然後後來水可能沒回他 那個人還跟他講說 開動してください 可是他那天水也有工作要做啊 哪有那麼多時間 對啊我怎麼一直 他光是回他信 他就 對啊要花一個小時的時間 對不對 就很奇怪欸 沒有邏輯 台灣應該 大家覺得 不爽應該就直接 去講話 對啊 而且房長開了就沒事啦 可是他們很容易就是 因為一個人 他就是看你這個人不爽 就會一直針對你 因為他們有一個mountain骨文化 對 mountain骨是日本真銀流行起來的一個詞 就是本來是 動物之間的騎乘 我比如說 我是個猴子啊 我是狼 就是群聚動物裡面 他會有一個mountain骨的喜慶 就是 我比你大的時候 我就騎香曲 對 所以 猴王是可以騎每個人的這樣 所以他就是這樣排序上 然後日本的社會 也是比較接近這種 對 所以 他會去搶那個地位 就會騎來騎去 就是騎 一定要是一直騎來騎去這樣 所以 如果一旦你發 他被發現 他是可以一直騎你 他就會一直 一直要來騎你 所以我是覺得 盡量 盡量還是要那個反擊 就是讓他 讓他知道我們兩個是 定的 就是同等的 讓他覺得 你可以騎 對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馬爾不在張智 對 現在要分享的這個email 其實沒有很多的攻擊性 可是 會讓對方覺得很慌慌 我分享過 我們在買房設施的時候 遇到 一個很討厭的房仲 因為我就 受到一些不公的待遇 但是我自己又不好意思跟他講 然後等我在那邊跟他抱怨說 他就說 那你不要買了嗎 我說對 放棄 然後他就說 那你自己早上給他講不要啊 然後我就沒有打 他就說好那我幫你 他就幫我寫了一封信 然後我那給大家聽喔 まず どういう意图で 女性人の買いを設けるのでしょうか 何かご心配事でも 終わりでしょうか 這好日本喔 當一個日本人回問你說 どういう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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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真的很珍惜的時候 因為 他們通常是必須要猜對方心意 那如果我問你 你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這個意思 我不爽 就是他已經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但是這個意思令我不爽 對 他說的那個 おありでしょうか 其實我們是客人 我完全不需要對他用情 我只要用丁寧語 就這個 就好了 而且甚至說 你ございますでしょうか 也可以 可是他用了一個 非常尊敬的 禁語 對 就是但是非常酸 請問您是不是有什麼 擔心的事呢 的這種語氣 就是 讓他覺得 哇這個人生氣 對 其實他們真的生氣的時候 會故意用 おありでしょうか 對 沒錯 那個人一看就是知道說 今天老子是客人 你還讓我發這種信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最好是跪下來道歉 對對對 好 最終的にお互いの信頼関係 によって成立するもの 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この点で言えば やり取りを見る限り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 何々さん に感じられるとは 思えませんでしたので 購入を断念するのも 致し方ありません 這個是充滿了テクニック 先拍手一下 先拍手一下 很好的一個範例 好 首先你去最終的に お互いの信頼関係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真理 對 所有交易 所有交易 又不是我們現在這個交易 也不是我自己 dann go 是所有在世界上 所有交易 都是成立在 雙方的信賴關係上面 我們還要先道歉 如果你抱歉 我感受不到 我可以信賴你的點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我沒辦法 只好不買這一件 因為他是 何の痴気がありません 不是我不要 不是我的错 是你逼我的 只好放弃 只好不买了 反正总而言就是 我不相信你 你不礼貌 我不爽了 所以我不跟你买 这是真正的话 对不对 可是不是 基本上就是你违反了做人的政策 你不是人了 然后还要一定要抱歉无奈 这样子 最后一句 就是 我已经说我不买了 但是你还是 我们已经讲了我们的理由的 就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思考一下 对 思考一下 可是根本没有思考 没有啊 就是没有啊 完全没有思考的余地耶 对 可是也没有一个章是全程非常礼貌 都在用 你看他这个摸设计 也是非常礼貌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 但是这个人超级深陷 我如果在任何的我的 头领铐剎 或什么工作人员 得到这封信 我会超 觉得哇靠这个人超级不爽的耶 很害怕 好可怕 搞不好说 Moshaku 你们不用买了 对不起 然后果然 就是这样回来啊 我就不用买了 真的是把你对到一个字都回不出来 只能跟他道歉的一封信 然后很快就退还我的 根本就不用被收的钉筋 所以他们真的就是你看 然后说很抱歉 让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像他们 欠骂 就是欠骂 真的欠骂 就连是客户 他也是看 他也是觉得你可以 欺费 好欺费 对 超不爽的 欸我真的觉得 这超级好经典喔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反论的时候 很常用Moshaku 对 要反论才会用Moshaku 对 真心 真心道歉 就会用Moshaku 对 伊藤很会骂人 但他不会直接讲出来 他是一个形容丑女的天台 你知道他很厉害 他就会看到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通常是有让他不爽的事情 譬如说乱我嘛 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真的完全平像吗 而是因为他神奇 对就譬如说那个人可能乱过马路啊 或者是对狗很坏之类的 他之前就会说什么 Ojita Pizzaみたい 考虚化了 是不是很有趣 不然就是什么 Moshakata失败 Stao 5万10 之类的 就是 很有创意 好可怜喔 对 就是我可以想到他肤狂不太好 对 但我每次都会被偷的 哈哈 因为我会喜欢贱的 我就觉得他有最后有 这么有创意 他如果直接骂人家 就是说我还会觉得你怎么可以人身攻击 所以其实真的是可以骂人不带长字 没错 但是攻击力还是很强 很强喔 会吓死 真的 已经很少没吵 因为比较牢鸟了 就是对 大概比较不会被骑成到 小时候真的是常常被骑 他们真的很爱骑 超累的 每次都要就是 噢那个神神贯注要骑 我现在就被 各自想要骑对方 你搞到快崩溃 对啊 还会因为 还会被骑成 然后马击晃 对 马击晃之后超多的 超多的 好可怜 好可怜 大家帮他女子一下子 没关系 我多吃一点肉肉就好了 对啊 我今天又为了他日好开心 好那拜拜 拜拜